一回而翻身一回而吊挂 猴子们玩得自由自在 但仔细看看他们玩的地方 可不是动物园而是政府机关 印度公务员叫苦连天 心得力进来被猴子霸占 将近五千只猴子大闹市区 又是偷吃又是破坏公务 虽然愤怒大家却也无可奈何 因为印度教将猴猴视为猴身化身 不能任意扑杀 政府只好请来四十位猴猴专家 请这些不速之客尽快离开 印度政府发出公告提醒民众 不要随意乱丢垃圾 更不要养成喂食猴子的习惯 政府专家 大家苦口婆心就是希望不要再发生猴子 乱入的情况 只不过在习惯养成之前 当地居民还是只能继续带着棍棒 跟石头以求自保了 记得张晨妍报道